这个不是跳槽这样的一个问题 我们讲回来我们最忠心于我们自己从政的理念 这个从政的理念是我们向人民交代的 为什么今天为什么萨巴萨拉业的正义员们谈要谈跳槽 他们表示说我们参加国政 要给自己的选民带来一些发展 但是四十多年来一直都没有公平的对待 所以今天他们提出我们要给一个期限 如果国政再不改我们会脱离国政 那么至于他是不是会参加人民联盟跟我们联合资政的话 这个是下一步 但是首先他们已经放话了 如果国政再不纠正这些偏差 他们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的选民 所以呢他连部长的位置他们都不要坐 如果这些人部长都不要坐 然后他们去参加一个新的联盟 你说他们是为了利益呢 还是为了原则 YB天常说要谈到比较具体 可能我们就可以谈一下当下这个情况 就是说人民联盟领袖不断高调放话 说要去出现这个跳槽的现象 那动力的权势为什么会出现这个 还没有做之前就有这么多的声音出来 是不是有一些政治的运作在进行当中呢 你的诠释是如何 以前我当然是认为是说 在都还没有这个逝世的失线了 那么也没有其实逝逝而非的这种的情况之下 天常的老板不所谓 所谓这个公正党实权的这个领袖 安华已经高调的宣布说 已经有三四多位的这个国会议员 所以你认为这个动机会是什么 这个动机呢在我看呢 在我看应该他本身呢 也要稳定他本身党里面的这些国会议员 他要稳定住他的国会议员 邱先生你怎么说 邱先生你还在线上吗 邱先生 针对今天的课题 邱先生请说 邱先生 我的看法是该防效和恢复 类似沙巴州的 沙巴州的 邱先生 你的意见就是怪 这个之前我们有稍微的谈到 先有这个法律结构可能需要加以改进 接下来我们来自甲洞的刘先生 刘先生 你还在线上吗 刘先生 有有有 主持人你好 你好 我是甲洞的刘先生 其实以目前的集市跳槽不是问题啦 人呢 每天都在变 每分钟都在变的 就像那个地球也每天在变啦 昨天的四川跟今天的四川已经不一样了 所以只要对方的理念是对的 我们跳是没有问题的 如果我们觉得 我们本身的理念不对啦 而且对方的理念是对的 我们就跳过去 不需要讲道德的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 好 谢谢刘先生 你的问题 这其实我看刘先生跟刚才一位 钟先生的看法有点类似 是说其实 目标是对的 就可以去做 但是 以目标的这个合理性来合理化手段的话 会不会是个问题呢 我想目标也不正确 我想讲回来这个字应该是理念 如果我们的理念是要建立一个多元进步开明的马来西亚 那么我们现有的这个资政集团不能实现这个东西 我想变化是很肯定 都在所谓英文讲 就是在找出 甚至很多基层的意见都提出 马华 这个民政党 还有这个国大党 还有甚至沙巴少爷党 是不是应该退出国阵 重新找过他们自己的路 所以这个等于说 我们如果把这个 不要把跳槽放成这么狭义来说呢 这个是一个新的组合 什么怎么样的可能性都有 重新洗牌过程当中的这些大家的选择 所以我想的真正更比较具体的可能性是 许多国阵的成员党对武统的领导 主导 奢望 退出国阵 重新组织过一个新的联盟 那么变成三分天下 跟明连 这个新的国阵组织和武统 这三组人 重新建立过一个新的国家共识 这个我想呢 也是具有可能出现的局面 对大马的政局 这会是个正面的发展吗 我是刚才讲的 已经有点离题 这个更加的 官方的对整个政治的 马来西亚政治的 这种的观察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跳槽的事情 如果我们有这个心得的话 来再研究整个政治的局势 我们可以再来研究 刚才这个 在我们广告之前提出的 这个动机论 就是说提出 高调提出 这个会有人跳槽 其实是有一定的 这个政治动机在背后 你的看法是如何呢 这个是全魔运作吗 还是 我觉得大家应该知道 政治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政治是完全 我们都知道 there's nothing impossible in politics 因为呢 政治家呢 都是 尤其是 有政治智慧的也好 做领导的也好 他无时无刻呢 都是不断地在运用着 他的智慧 来如何去 达到他们的整个党的意念 我相信不管是执政党也好 反对党也好 不管他是 其实呢 很多时候 我们说的高调的处理一些事情 或者是什么宣传 其实这是一个手法 我相信呢 国阵政府一向以来用的 就是通过的那个 那些管道 宣传管道做的 也是高调的处理一些问题呀 所以 所以不管是什么高调处理 我们必须 人民一定要保持着一个智慧 我们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局面 也许是说 高调的处理这种善事 有些人会乱的心 到底是谁会乱的这颗心 就让他那些乱的心的人 自己去寻找那个答案吧 人民们最主要的就是呢 今天米价不上升 油价不起 还是呢 我们山上有没有着落 这是人民最主要的问题 但是李飞有一种言论是说 这个所谓的这个心理感觉乱 可能真的不是政治人物 人民本身可能会因为一些人 原论认为 其实这样子一个不稳定的局势 会影响经济发展影响外资的信心等等 导致国家出现一种停滞的现象 那是不是有人会有这样子的说谎呢 其实 如果是如果为什么这个公正党四权领袖安华 在这个时候提出有三十多个议员要来跳槽 过去这个明年 在这个时候讲了又再讲 他的动机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讲这样的事情 那么如果他没有任何政治动机的话 那么为什么他讲了又要讲 那么讲了这种跳槽的这种的声调呢 一定会引起国家的这种人民心的这种的乱 同时也会影响了整个这个投资的气氛 大家都是有一种的心理的这种压力 不知道什么时候政府会更患 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这个对整个政府 对整个国家 整个人民都不会有好 所以这类言论简单来说 都是认为会出现一些 局势不稳定的一种结果 不知道这个我们电视机旁的朋友 会不会是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再次呼吁大家播到那两条电话热线 来给我们谈一谈今天的课题 先进一段广告 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谈今天的课题